開發國家的第一名 但是呢我們 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我們的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排名第18缺水的國家 那缺水的原因很多啦 先天的原因包括我們第四的陡峭 降雨的集中 河流的短處 那後天的原因呢 包括我們環境的開發 濫可濫乏 還有那個混凝土跟柏油路等不透水層的 面積增加是我們後天的原因 除了先天的原因 我們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但是後天 我們是可以透過管理跟政策來做改變的 拆除石崗霸的話 大概會直覺的反應就是什麼 那大台中地區的用水怎麼辦呢 那麼事實上 我們講拆除石崗霸是什麼 是要遺除這個霸體 讓它衍生的這個嚴重的後遺症 上邊預計下邊曹光這個也沒有辦法受死後遺症 能夠趕快能夠得以解決 但是大台中地區的用水相關的既有的設施 這些都還是要保留 那麼怎麼樣好好善巧去利用它 同樣達到保障大台中地區用水這種需求 相關的這個水資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過我們要去考量說 比如說你把石崗霸或者是士林霸 那些把它做拆除的話 那可能是會有一些些的問題 那剛剛提到的都是屬於中央的這個權責 我想我也不方便去做什麼樣子的回應 只是說這個議題我們一定會把它轉給我們中央 包括水利署中水局還有山河局的部分 在做這個節水的宣導 另外呢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相關的這個水資源回收中心 從山上到一直到我們近期的這個水南還有文山水資中心等等 為什麼要做這些水資中心 就是要使用這個再生水 那再生水如果可以來用在這個工業區 自然而然就可以節省一些自來水的用量 我們也都在努力當中 我們不是沒有做 在這邊以上簡單說明